2021茶花展春天印象 乐活夜莺季 临盛夜莺及阳明山花季 春莺祈福 因为疫情无法出过赏阴 台北市政府特别推出山花展 已未出过的邮城 加上北市府的千元旅游补助及春节孝庆专案 希望民众可以趁寒假春节期间到台北市旅游 今年茶花展的话 第一个我们是跟我们旁边的阳明教养院来做合作 那他们主要有验身的部分 他们有画一些很美的油画 那我们一起连展 再来就是我们会介绍我们中心 珍藏的五宝茶花系列 那这个茶花呢 其实在清代的时候 他就跟着移民已经过来台湾了 算是台湾第一个引进的品种 那相当的珍贵 那因为随着时代的关系 所以它逐渐的稀少 那我们花的中心 这两年呢 花了很大的人力物力去找到这两个品种 那今年会展出来 那我们印花的话呢 那这一天开始的话会是在内湖乐活公园的那个乐活夜音季 那它主要就是以韩音的品种为主 每年二月上旬的话就会开花 那我们今年就是从一月三十号到二月二十八号的时间呢 来进行乐活夜音季 那每年呢 每天晚上的六点开始 我们就会打很柔和的LED灯的光线打开 那这样子的话在夜晚也能进行赏音 这个赏花之鱼啊 不免要有一个美食来搭配 所以呢 在这个阳明山花 这个茶花展期间有这个 就是过去蒋夫人最喜爱的甜点 红豆松糕 那在阳明山花季的部也会推出这个茶果酥 櫻花麻吉 还有櫻花生乳卷 那另外还有汤花链温泉美食的这样子的一个活动 我想到时候都会邀请大家一起来参加 花季将有可爱熊赞 在粉鹰树下的打卡装置艺术 花季限定甜点 汤花链温泉美食 三大花季限定版赠品等 且与周边饭店温泉会馆 友善店家餐厅生态旅游商家合作 并邀请航空公司高铁旅行社包装赏音行程 提供花间浪漫台北天的各式优惠 记者温君台北报道